你最後那個程式可能花一點時間稍微再瞭解一下 那因為我們剛剛寫的兩個程式嘛 一個是Function 那一個是 這個其實也改名稱 這叫什麼 這叫刮虎函數 那這個叫做 乾脆叫刮虎算了 更簡單 OK 我發現好像大家都比較喜歡越短的名稱 或者越南的方法 好像這個大家最喜歡 所以我以前都取很長 自己打得很累 後來發現不用啦 就取一個大家看得懂就好了 因為至於要叫什麼名稱 如果這個是你自己用的話 你愛叫什麼你自己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跟別人一起共用 那你們就要自己商量一個命名的規則 不過我覺得以色列應該也大部分都自己用 所以這個叫什麼 你自己看得懂就夠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兩個 一個叫Function 一個叫Sub 那我是建議你將來 比如說這樣針對Function的部分 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剛剛同學有特別問了幾個問題 那我先講一下 我個人的習慣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Function 像上面這邊不是一個 通常會有個定有沒有 這個定的話實際上在VBA裡面就宣告 宣告後面這個就一個變數名稱 S的話就是什麼形態 OK 那比如說S Long的話就是長整數 就是說它裡面可以放很長的數字 很大很大的數字 OK 但是一定是整數喔 就沒有小數點的 那S String的話就是一個文字 OK 所以 可是問題跟各位講 宣告變數的形態 這個在其他語言一定是必要的 可是VBA不必要 也就是說你宣告你可以連形態都不用沒關係 就是說你不用管它什麼形態 OK 你說老師他不用管它什麼形態 那將來他怎麼知道要放文字還是放數字 不管啦 反正你放什麼都可以啦 OK 缺點是比較浪費記憶體 你說老師他會不會跑比較慢 跟各位講完全不會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記憶體隨便都是幾G 你們應該至少都8G以上 8G都還算慢 都16G 32G 現在的記憶體都太大了 所以你不用去顧慮到這個 就差這個幾個by車的數量根本毫無感覺啦 無感 OK 甚至我跟各位講 VBA裡面除了形態不用之外 連宣告名稱也不用 所以以後的話你連宣告都不需要 因為在VBA的規則裡面 可以宣告也可以不宣告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你覺得說 老師這個一堆這個東西我看了就討厭 沒關係 請你把它Delete掉沒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那你說老師我把它Delete掉 會不會影響執行 你跑跑看就知道了嘛 如果你Delete掉之後發現 不行 那你再控制自己好了 不過理論上應該99%以上都沒問題 所以你看第一個 我把這個上面的宣告通通拿掉 執行看看 會不會出錯 那理論上應該是不會啦 OK 有沒有 完全沒問題 那這個SUB有沒有問題 這個SUB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這個SUB 所以我馬上少寫一個清除 清除 當然我覺得你可以叫SUB寫 不過要是我的話我自己寫 因為實在太簡單 一行搞定 一行搞定 那就自己寫 OK 我建議啦 你如果要再寫一個清除 這個很簡單 所以自己寫一下看好了 它叫SUB的空一格 記得喔 它的規則一定是SUB空一格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它的名稱 也比較清除 然後每次都清除 OK 這樣就OK了 好 你就打SUB空一格清除 那你說老師後面刮鬍跟SUB怎麼辦 沒關係 你按Enter之後 它會自己幫你加 OK 所以啦 這也是懶人的寫法 不用 你就SUB空一格清除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它清掉怎麼寫 很簡單 這個可能要記一個範圍的物件 範圍物件叫Range 刮鬍之後 你跟它講哪裡到哪裡 B2有沒有 冒號 再到B10 清除的話還記得吧 等於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等於雙以後意思說 幫我把這個空置串 丟到這個範圍之內 那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清除啊 可是我剛剛不是講說 雙以後就可以當清除 就這意思 OK 所以這個應該蠻好記的吧 所以這個地方好像跟那個 Excel裡面的公式 差不多意思 執行看看 有沒有 不見了 這個是最好記的啦 所以以後 這個寫法我覺得蠻簡單的 應該不難記 常用 所以推薦各位可以把它記一下 寫的話記得哦 這個可以感受一下 有沒有這個哦 本來寫到這裡嘛 Sub 空一格清除 Enter 這個後面就會自己出現 那Range的話呢 我建議自己改 這個好處就這樣來寫很快 那這樣不就可以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OK 然後再來把這兩個做出兩個按鈕 有沒有 所以兩個按鈕還記得吧 Sub 就是在這邊嘛 就是開發人員哦 還記得在那個嗎 上面如果沒有的話 他是躲在其他命令 有沒有 其他命令裡面 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嘛 我剛剛已經先打勾了 所以如果你電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還原 如果你還原 上禮拜打開 這禮拜可能還在開一下 打勾之後的話 開發人員才會出現 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那這個就不會有開發人員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在開發人員的下面這邊 有一個叫插入表單控制項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這個叫按鈕的 你把它點擊 然後記得哦 拖拉向右下角 有點像是小畫家 這邊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放開 他就會跳出說 請問一下你的聚集要哪一個 點下去之後執行哪一個 執行刮鬍好了 OK 所以把這個名稱 選他 所以按確定就可以了 不過我的習慣是會把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主要原因是因為 按確定之後呢 上面叫按鈕1 那為了不想要多打那兩個字 所以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刮鬍 好 那再來就是下一個清除 有沒有要按一下 然後再拉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清除 點他上面複製 確定 然後再把這個清除把它貼上 OK好 這樣就完成 清除 刮鬍 OK 還蠻方便的 所以你工作以後 把這些都把它加上去 那很多事就快速完成了 所以 VBA兩種形式可以把它快速的呈現出來 那順便了解一下就是說 我們剛剛寫的這個像宣告變數 我是建議你也可以順便拿就把它刪掉了 那再來的話 順便看一下這個程式部分 你其實會慢慢比較看得懂 他的寫法 那他的寫法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這個sale指的就是說我把資料給他 他暫存在這個要引述 那這裡的話就是把他的資料 點value就是他裡面的資料 丟到這個變數裡面 在利用這個函數 這個是VBA裡面的函數 其實他就等同sale裡面的5函數 差別是說 他的這個什麼 引述的順序顛倒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是這個原來資料的位置 這個是錢瓜糊 那結果一樣嘛 比如說找這個一定是3 所以這個裡面假設是找A3 那這邊一定是3 這個是找後刮糊 那這個是9 有沒有 所以如果 那假設你今天是給A2的話 有沒有 如果A2裡面有沒有刮糊 沒有對不對 如果沒有的話他得到的結果 像fine函數會是緊Value錯誤 可是如果用A3函數的話 他得到的是0 0的話呢 在這邊是找不到的意思 跟那個fine函數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的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什麼 找到的錢瓜糊位置大於0 大於0的話表示有錢瓜糊 而且這個後瓜糊的位置也是大於0 那表示有前瓜糊 而且也有後瓜糊的話 那就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用mid 這個我想各位應該會蠻熟悉的 mid把資料給他 前瓜糊加1有沒有看到 後瓜糊減前瓜糊減1 有沒有發現邏輯一模一樣 只是換一個地方放而已 結果的話丟到我們這個函數本身 那這個函數本身 再丟到他儲存個位置 就完成這一整個流程了 OK 那底下的話 你說老師那個方權是return 那sub的話做什麼 sub你順便看一下 這邊的話是一個for i 指的是一個回圈 從第二列來 第二列到第十列 底下都差不多 有沒有 前瓜糊後瓜糊 判斷也差不多 只是最後得到的結果 是直接把他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去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叫sales sales瓜糊的前面這個i指的是哪一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第二列 後面這個的話指的是哪一欄 2 你說2的話應該哪一欄 b欄 所以我跟各位講 如果將來你看到這什麼salesi0.1 跟salesi0.2 那你就知道這個應該是A欄 A欄的第一個 A2到A10 那這個也是b2到b10 應該可以看懂 如果你假設說這個實在是有點不夠友善 可不可以讓他友善一點 像我個人的習慣寫法 我會把1改成A 但是A不能是直接放一個A 你必須把它當一個文字 有沒有看懂 這個地方的話指的是A欄的第二到第十列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如果你假設你說 是這個sales後面那個藍 應該是改b才對 應該是2 那你是可以改成像這樣的寫法 這樣的話你會覺得應該會比較友善 我個人我比較會寫這樣子 OK 跑跑看應該沒問題 這執行 OK 也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第一個 就是把那個宣告拿掉 然後清除這個自己寫 最後再加上兩個按鈕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